做善业得善果 造恶业得我报 因果一定相应 不可能说是 造不善业得善报 造善业得不善报 为主大理 但是我们一般初学 或者是社会上不学佛的一些人们 他们对于佛家讲的这个英年古报 他不相信 他说某人做悟 你看又做大官又发大财 某人一生行善 穷途潦倒 他看了不相信 哪有英国报应 殊不知 佛华英国的四根梨都很深 英国通三世 这个人现在的古报 他全身秀的 不是他这一身 那我们世间人只看到这一身 没有看到全身 也没有看到他来身 所以就不相信了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秦师 修的善多 这是佛在经上常常告诉我们 聪明智慧 法不识 财富 是财不识 健康长寿 是无为不识 人家全身修得多吗 这一身当中 古报现起 是这么个道理 这古报我们看得很清楚 有人确实发大财 但是他并没有什么智慧 你跟他接近他 他的财源 命好啊 无论干什么 他的财源滚不滚而来啊 命好吗 这个命就是前世的夜阴 这一世 这就古报 我们要看到 很有智慧的 他没有财富 一生生活过得很辛苦 很艰难 真有智慧 那就我们就晓得了 这个人前身 发不识多 财富 财富 是没修 这这样的果报 健康长寿 是无为不识的果报 修什么样的因呢 这什么样的果 所以这一身的果报 是前世修的 是前世修的 这个佛法里头也常说 余之前世修的 今生受这是 你要想知道 你前世修的是什么因 你这一身所享受的 就是 余之来世果 今生做这是 因果通三世 我们这一身 其心动念 所作所为 这修的因 这个我们自己很清楚 那来生我们这什么果报 那就很明了了 没有一点疑惑了 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 今生即使修的财不识 法不识 无为不识 修的很多 千万不要去想 来生的佛报 那想来生佛报啊 就出不了三界了 你还要搞六大轮回啊 搞六大轮回 想福 想福往往呢 就把修福促活 所以你佛报想完之后 卧夜就去现前 这个佛家讲的时候 三十月就这个意思 第一是修福 第二是想福 想福忘了修福 想福造业啊 不要说别的 饮食杀生 这个业就不得了 有钱的人吗 天天吃这是动物吗 穷人 穷人 想吃 没得吃 所以这个有钱有势的人造罪业容易 复祥完了 他的罪报 他就罪报现前 下一世 堵三土 这个叫三十月 这样的人太多太多了 所以佛教我们 要知道求生 净土 这才真的叫一了百了 这才是真正的聪明智慧 真实的佛报 求生 净土 不求人天佛报 阿尼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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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放在楼上